那对于您而言 艺术创作是完成自己的一种方式吗 对 然后你就只有在这个事情上是做的最好的 你发现其他事情都特别糟糕 对啊 都很糟糕 这个车 是为什么要坐这个车 这个车实际上就是逛旧货市场 而且当时就我和孙老师去的 然后就觉得这个车特别好看 然后就觉得如果它作为作品的话 当然就是目的性很强 它是会到展厅里面做一个作品 那光是婴儿车的话 它不够特别 所以后来就去找了两个轮子 就是让它 它实际上现在看上去好像很正常 对吧 实际上如果单独来看它很异样 那两个轮子是赛车的轮子 跟它毫无关系 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浑然一体 就很有意思 然后是先有了这个车 然后又去想用什么材料代替 那后来想到这个鱼网 它的材质会比较好以后 再来考虑它的这个体量 那么这个体量实际上是根据这个车来的 这个车有这么大 那么如果需要一个网 当然像梦一样就罩住它 应该是一个什么体量吧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意外 等网来了以后才知道它的材质 它打开以后它可以是这样巨大的一个 它可以在空间里面就像梦一样蔓延开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艺术就可能有趣就有趣在这 然后布雕这个东西 也是我们当时经常就是开一些这个创作的讨论 就是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布来做一个 因为布这个东西很简单 大家都会缝纫 都会去用针和线 就是我想男生也会的 哇 自破了也会用针和线去做一做 这个是门槛很低的 不需要技巧 那当时就是画一些小的素鞋 就马蹄连这个素鞋画就是比较有感觉 然后这个花的造型又比较简单 那就去做 也是这样 就是只是一开始有一个异象 然后等到你找到这个材料 你觉得这个黑色 如果做一个这个花的话 它很野心很有力量 然后等做出来 那时候还是就是现在想的话 还是很怀念人状态的 全靠手缝 就那么大体量的 就是踩完以后就是 就完全手都缝出老简来了 特别关注这个主题 以前就是觉得自己是个愤青 就你有很多地方很愤怒 就特别毕业以后 然后你不知道到底哪愤怒 然后后来就 我觉得这个真正是意义上是 孙老师他是一个真正艺术家 我觉得 他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 然后艺术在这个社会里面 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他和哲学也不一样 他和科学也不一样 所以他必须存在 那么后来这个愤怒感 那后面就做错误 也消解掉一些 但是真正就是让他和这个 对现实这个批判反思 这个跟孙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跟他做了一个连接吧 也许你是一个和身作艺术的人 但是你要把任务尔迈打通的话 是需要有高手的 你靠你自己的话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 对也不是就是创作它时候 不是为了让大家有想法 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存状况 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把它表达出来 也可能是一种记录吧 就是 当然没有那么大 没有想那么大 就是说你要代表谁是谁 首先你完成自己有意义 然后它好的艺术一定就是 它记录这个时代的 人的精神也好 状态也好 图像也好 就是这样 好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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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